大家好啊 昌平啊 发现了很多确诊病例 或者是密接啊 海淀也不少 因为昌平跟海淀挨着啊 其中有一个小区挺有意思的 这个小区我说一下 这个小区叫福荣里小区 福荣里离北京大学不太远啊 这个小区我了解 了解呢 这个小区呢 就是有一个单位啊 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呢 叫中央党史研究室 就在福荣里这啊 这个我跟他们熟啊 这个党史研究室有个副主任 就是个副部级的 我跟他一起吃过饭啊 这个人叫张百家啊 历早张啊 百千万的百家庭的家 他爸爸叫张文进啊 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候的 这个英文秘书 后来1949以后 好像是首任驻加拿大大使吧 在外交部当没当到副部长 我印象不深了啊 反正另外也有一个姓张的 也是历早张 叫张汉夫的 张汉夫是当了副部长了啊 然后张汉夫娶的老婆 和这个郑部长啊 一开始也是副部长 乔冠华啊 第一个老婆姓叫拱鹏啊 和张汉夫的老婆啊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亲姐俩啊 这个他们这个共产党内部的 这个裙带关系啊 是吧 这个特别的多啊 特别的多 这个有很多 有很多还是姐俩姐仨啊 嫁给都是高官的 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好像有亲姐仨 嫁给了上将中将和少将啊 反正这哥仨有一个上将叫王平 有个少将叫易耀彩 还有一个中将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记得了啊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也挺有意思啊 这个是刚才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 现在他合并了 跟那个中央文献研究室 就是那个西黄城根 北街 就那个西四啊 这个这个平安里这边啊 离北京四中比较近的 那个那个合并了 现在叫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 其实就是合来合去啊 分酒必合合酒必分啊 那个中央文献研究室 过去是毛泽东选籍编转委员会啊 有一任的主任 也是个正部级干部叫叫叫金冲级啊 金冲级我不认识 我认识他儿子 他儿子叫金以林 是中国社科院 我想想是世界历史吧 世界历史所还是中国近代史所 好像世界历史所 原来是科研处处长 后来当了副所长啊 这几年没联系 没见过啊 这个原来见过 所以应该步步高升 因为有他爹呢 他爹就是个官 也是中国啊 都是山头 学术界也是山头 全是山头啊 还有一个地点比较重要 还有一个地点是军艺 老干部活动中心 解放军 艺术学院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那也有疫情了啊 或者有密接了 反正这地点都危险了啊 军艺 军艺比较出名的 好多啊 军队的培养了好多军队的 这个唱歌的人啊 最有名的是那谁 李双江啊 军艺的那个声乐系的吧 系主任 是吧 李双江的风流 是吧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就不用我多说了 此处省略好几十万字啊 这个蒋英 是吧 钱学森